台北市新光医院又传出了急诊室暴力了 有一名酒客酒后因为脚踝割伤了 有十多个人陪他到医院来就诊 而他们呢先是不满这个减伤分级要排队 又因为轻创伤口的时候觉得太痛了 竟然对医护人员口出恶言 甚至是乱砸饮料瓶等等物品 结果造成了三名医护人员受伤 而现在医院也打算要提出告诉 一大群人在急诊室里不断叫嚣扣出恶言 接着有人开始推人 医护人员先是要求他们冷静下来 但这时身穿白衣兽必刺青的男子 竟然直接将手上的饮料盒朝医护人员砸了过去 砸了一样还不够男子又随手拿起 医院的资料夹广告纸一阵乱丢 保全跟医护人员怎么制止都没用 十多人差点就冲进诊间冲突一触即发 事发在9号凌晨4点多 原来这十多名酒客中穿白衣的灵性男子 酒后脚踝割伤到星光医院就诊 但他们不满见伤要分级排队 认为遭怠慢 开始对护士大骂 处理伤口时更因为疼痛觉得医生太草率 动起手之后信信然离开 而警方获报赶到场又有人折返 打算再大闹一番 当场呛起警察嚣张万分 但有目击者质疑 酒客攻击已经造成三名医护人员受伤了 到场远警没有盘查 怎么会让闹事的人禁止离开 警方澄清不是动手第一时间无法逮人 并非不处理 而受伤的三名护理师头部背部瘀青 索性没有大碍 目前院方也打算提出告诉追究 急诊室暴力绝不姑息 明镜新闻里听呼吸者台北报道